北京女排学恒大最具冠军项,上海女排不妨学东亚锻炼新人,江苏女排全华般最硬气。 摘要,如今的上海女排还需要后肌爆发的过程,不能操之过急。 2月19日圆交节,排超两场半决赛上演激战。 上海光明优备女排主场以1比3不敌北京汽车女排,以总比分0比3无缘决赛,北京队历史上首次闯进联赛决赛。 江苏女排3比0战胜天津女排,将总比分搬成1比2,保留晋级决赛的希望。 对上海女排来说,此意被水一战已无退路。 连续两个主场是必须抓住的机会,上周六第一个主场五局大战最后7败,第二个主场抓好开局却没能收获好的结果。 在双方硬碰硬的较量中,上海队输在硬实力上,也输在关键球和防反球的机会把握上。 上海队仅在第一局以25比22拿下,随后三局比赛变成了一边倒。 尤其是第二局,上海队以10比25的悬疏比分输球,之后又20比25,16比25再丢二局。 此意,北京队的刘晓彤拿下了全场最高的22分,锐秋有16分入仗。 上海队得分最高的是杨洁,拿下13分。 从赛季出的强力外援到后期的国手及内援,北京队本赛季的引员就是奔着冠军去的,像极了中超的广州恒大队。 北京队除了原有的国手刘晓彤、曾春磊,引进国家队主力丁霞、王孟杰,实力已不亚于天津女排,联赛冠军级球队呼之欲出。 丁霞作为国内目前最好的二传手之一,不仅技术出众,更在他的调动下弹活全队,王孟杰则在异传和防守方面有着惊艳表现。 以半决赛第一场数据为例,他的一传起球率达到了90%,到位率达到70%,防守附带面广。 北京队主教练张建章赛后也对两位内员再不绝口,到底是国家队主力,个人能力强,跟球队融合了10天就发挥出这么高的水平,出乎我的意料。 上海队无缘决赛并非不能接受,只是没能取得一场胜利,让球迷感到遗憾。 队员张磊赛后表示,尽管此前已经输了两场,但队员们这场并没有放弃,尤其是第一局进入状态快,贯彻准备会议图,打出了自己的东西。 第二局被对方发球压制,进攻单一,打得有点乱。 作为一名老队员,本场比赛也是张磊半决赛中上场时间最长的,在很困难的时候上场,希望通过我的跑动和快速球,让对方不好篮防,带动全队。 小将仲慧此一上场,这是他半决赛首次登场,扣球多次被对方篮防,年轻队员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张磊认为,仲慧这个赛季表现很不错,每次上场都能发挥特点,这场他,非常想做贡献,有点一股脑去拼,没有注意技术动作,小队员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。 上海队接下去将准备三四名比赛。 针对新老队员如何平衡的问题,上海队主教练王之腾表示,球队还是注重整体,谁的状态好就谁上。 年轻队员能打到张亦产,杨洁这样,肯定要经过时间历练。 老队员兢兢业业起到带头作用,年轻队员也给了他们锻炼的机会,队里还是要有良性的竞争。 希望年轻队员在实力上技术上超过老队员,这样球队也会有多一点的选择。 如今的上海女排还需要后继爆发的过程,不能操之过急。 如同徐根宝曾经带上海东亚队十年某意见,只有耐住寂寞并坚持年轻化,才能确保立足坚持锻炼新人。 他常对队员说,实力到了自然会赢球,实力不到,你们就好好练。 另一场半决赛,江苏女排3比0战胜未免冠军天津女排,总比分扳回一城。 此一张长宁大爆发,在质疑声中打出顶级水准,率队强势逆袭后,更用贪手的霸气动作定格。 张长宁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,队友共享宇16分。 天津队的李莹莹得到17分。 本赛季全华班且不隐缘的。 江苏女排,实力不容小觑。 主公献上有张常宁、吴涵、副公的王晨月也具备一定的能力,接应公祥宇越来越全面,二船凋零鱼也是国家队的常客,而自由人上更是涌现了两个年轻的新秀,国清队主力赃倩倩和国少队队长倪非凡。 18岁的倪非凡更是入选了新一届的女排集训大名单。 江苏女排主打全华班,培养年轻球员,也是俱乐部的一个长期思路。 毕竟靠外援和内援解决不了球队的问题,只有球队的清训体系完善,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储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